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让我们挡起双枪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影这美丽的白塔 四面环绕着绿树红墙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霜的风 红铃轻映着太阳 快乐的童年当然幸福 即使这种幸福有时候很短 短暂的像一首歌 不过只要你记得住这首歌 你就会永远记得幸福的童年 那个年代啊 在我感觉起来啊 还是人们的心情比较好的年代 我刚刚建立幸福不久 大家充满了信心 而每一代唱的歌的人 他的最美好的童年的回忆 都是这首歌 五十年代那波人 跟你们这代不一样 我总觉得就说 那个年代的人 就是非常是理想主义的 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就好像又回到了 这个当年的那时候 那样的一种非常的单纯 可贵的一种 我觉得就是一种 对那个时代的 那个生活的一种向往 那个时代的生活就是简单 就好像成了一个 时代的一个代名词了 所以这样的话 一唱这首歌 好像就能想起童年的那个时候 我说我们到 乡间小道上去走 我就听见后边小孩唱 我回头一看 一身是土的农村小孩 他也唱了一个歌 小船而轻轻 飘荡在水中 记得吗 那时的柏油马路还不多 用泥土和砖铺成的道路上 永远跑着快乐的学生 书包在他们身上颠来颠去 洒水车刚刚从这里过去 桌面上回荡的一股 芬芳的泥土香味 早晨的太阳 把一个没有多少楼房的城市 照得那样明亮 上学的孩子们顾不得这许多 他们似乎要争着第一个赶到教室 把昨天听说的新鲜事 告诉最好的朋友 在我们祖国美丽的首都北京 有一个北京小学 在五年级甲班 一共有四十几个同学 只有一个调皮捣蛋 不好好学习的江林 和一个骄傲 不合群 不关心别人的杨永利 还没有戴上红领巾 像这个李希祥吧 李希祥就是演江林的人 就不服气 他老觉得有的叔叔阿姨对我好 他不服气 他就成亲有时候逗我欺负我 在电影里头 我们俩不是坐一桌吗 所以分配我们上课 我们俩坐一桌 他老是不是捅我一下 敲我一下 那千米给我弄舌头什么 他老干这种事情 我就屡次的对他不满 我说你别弄啊 你难道我治你啊 有一天晚上说坐那 坐在我这男女生宿舍 在那个教室那两边 他在那边我在这边 气不分气的 放下书本 登登登登登登 跑到他们宿舍 李希祥你给我出来 他说怎么了 我告诉你说 你屡次欺负我 我今天给你算总账 我怎么进来 他特调皮 他生活当中也那样 顽皮至极 他还逗我 气得我一把给他揪过来 哐就摁地上了 骑在身上冰爆一顿乱奏 给他们男生宿舍乐的 记得吗 那时最快乐的是课外活动 能够进入少年宫是每一个孩子的理想 在那里 来自不同的学校的孩子们 学画画 做航模 唱歌 跳舞 所有的孩子都格外卖力 因为要做好准备 可能明天 就要把刚刚学到的本领展示出来 我们和张军什么 都是同一个小学的同学 知道吧 那时候我们小学 有一个集体的节目 就在 当时叫东正区一号 在天洋剧场一号 就演出过 在那正候场的时候 大家都坐在地上 小孩嘛 这时候就有一个叔叔就过来了 他说你演什么节目 我说舞蹈啊 那一会儿你上去跳舞 我给你照相行吗 行啊 我们就在那打几毛球 旁边就有一个大人 在那旁边站着看 我们也没注意他 过来特别的和蔼 就说我能不能给你照张相啊 什么什么的 因为我们小时候吧 就看小学书啊 听人讲故事 就抓特务的 这故事特别多 看见谁就看见 这个样子好人坏人 后来我看看他吧 也不像个坏人 我就同意他给我照了一张相 拍完了以后 就让我回家了 然后过了几天以后 班主任我们的田老师 告诉我说 东北电视频场 祖国的明天设计处 准备上去拍电影 问我是不是同意 然后说那我让我听我妈的 然后让他们做点游戏 在做游戏中间 就能发现哪一天就好 哪一天不行 根本不行 留下来淘汰 然后再到别的学校 就这么几十个学校 北京市小学校 我们今后都跑遍了 我是东北人民艺术剧院 儿童剧团的 当时我们团里好像没同意 没同意那么就借一个人 借一个人 就把我借去了 就是五四年上天安门 参加那整个一个管理 整个检阅全过程 给毛主席献花 那么献花之后 肯定就是那苏里叔叔 阎公伯伯 他们肯定是 因为那时候报啊 或者是什么话话 宣传的也是很多的 这样就发现这个小孩了 我呢第一次碰到 严公伯伯和张远老师呢 是在北海 那时候呢 是我们辅导员 柳兰老师陪我去的 就等于我们四个人 在北海呢 划划船 聊聊天 我就是这么 所以我没有跟那些小朋友 一起参加那些大队的活动啊 什么那些的 我是这么进去的 因为就我一个人是中学的 其他都是小学的 记得吗 小时候要是听说 离开家在外面住 那肯定是最兴奋的事情了 还不要说是拍电影了 无论你来自哪里 你比我大还是比我小 没关系 很快大家就是好朋友了 我们就住在太平互动3号 就是新街口那儿 那时候是北影剧团的演员的宿舍 可能把我们都放在那里头 女生有一个大公子 男生有一个大公子 好像我觉得男生是比较少 所以他们只有一个大公子 都睡大通货 女生呢又有一个小点的屋子 小点的屋子呢 就住三个人 为什么我们要看小时候 孩子们先休息一下 先是发了一个剧本 剧本呢是 我记得是有那个马分子 是那个颜色的很糙的 我记得好像是林兰编剧 对吧 当时叫《祖国的明天》 看一看 可能导演呢也在考虑 《祖国的明天》 还是《祖国的花朵》哪个好 这个也征求小演员的理解 你们觉得 你们喜欢《祖国的花朵》 还是《祖国的明天》 咱们让孩子们给起个门了 好啊 哎 孩子们 过来一下 来 孩子们 来 过来一下 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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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给你们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啊 什么任务啊 这个任务啊 就是给咱们的电影 起个名字 那就叫任务呗 孩子比我们还聪明 所以你首先要相信他 说现在这个事儿 你看 啊 该怎么办 你能够活吗 他够活 我记得就大家 就是一致一致的意见 同意《祖国的花朵》 为什么呢 说如果说祖国的明天 就可以想象 祖国的明天高楼大厦 林立 这个祖国建设得越来越好 容易往那方面想 而祖国的花朵 就能想 就确确实实就讲的是孩子 我们在这儿大地上 在中天花 我们在这儿大地上 在中天花 那时候那个导演员工呢 他们住在一楼 把那个楼梯口那个门 这老先生吧 他生活比较讲究 不像苏黎 那个像土花露水 他有一瓶花露水 那个时候一瓶花露水 不得了 我们就经常去偷偷磨 找尝花露水 一看少了把 就给他队长洋干水进去 比如说李希强 那就是他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陶妻的孩子 那时候他也比较胖 衣服总弄得比较脏 他说话 那嗓子还是去刷牙 暖着 你看 别干啥工 家里给你下房了 最听话 最懂事就是赵卫婷 赵东遥女儿 她和她的小儿子 她的小儿子 到是六岁十七岁 我记得很清楚 那個時候就看三國 我們大家就 這麼點兒還就看三國 聽了個意思的 爹爹 什麼事 別管了 告訴爸爸別跟我回家 趕快早點回來 好 五甲班少先隊的中隊長梁慧明 要幫助兩個沒入隊的同學 可是有什麼辦法呢 你不願意問功課就別找詞了 我沒找詞啊 我就是想一個人問 我們家兩人一塊 梁慧明要幫助江陵溫習功課 可他卻裝肚子疼 和李湘仁跑到屋頂上掏麻雀去了 哎呦 你怎麼了 我想上這座 我在學校來說是個胆小怕 是人孩子不太好動 就讓我眼睛玩的 早點反覆告我怎麼 包括這家小人怎麼蹬大腿 怎麼蹬的都搞不明白 那是按這個實驗宿理處 他們一步步交往去 江陵 你看 江陵溫明走了 你幹嘛殺手啊 他走他的 江陵 你又想幹嘛 幹嗎 不許我提議嗎 那你提吧 我提議讓你立眼大姐 我立眼大姐 我立眼大姐 導演說現在要拍一個特寫鏡頭 你又一拍桌子 我不演了 我不同意 我不演 你們的鏡頭很大一大特寫 只是一個大腦袋 你要注意這個 然後你還得把你眼睛 臉的那種 對他們生氣的感覺 你要演出來 嗯 行 我不同意 我不演 楊詠麗 梁慧明耐心說服楊詠麗 不要和大家鬧 不要撒謊 楊詠麗就衝著她大喊大叫 楊詠麗 別哭了 楊詠麗 好 用著楊詠麗頭去補 梁慧明都氣哭了 她只好和中隊委 去找吳甲班的吉任和輔導員冯老師 你別理她了 實際上呢 就前半截哭在北京 然後後半截到冯老師的辦公室裡 家裡頭還是辦公室裡去哭的時候呢 就到長春去了 那都是幾個月以後了 後半截其實是假的 前半截還是真哭 後半截的眼淚都是用那個眼藥 那個支流水滴進去的 但是你要看那個電影 你就發現後半截的哭啊 比前半截還真一點 大概那時候學的 比較時間長了一點 不要光看楊詠麗的缺點 其實啊 它也有很多的優點 記得嗎 那時的同學們大都住在附近 一起上學 一起回家 好朋友會在一起做作業 最高興的就是做完作業 和上書本的那一刻 慌望著書包丟在一旁 大家抓緊時間做似乎早已約定的遊戲 女同學開始從容地跳著皮筋 男同學的手裡突然多了一把木頭手槍 我們有我們的老師 就是我們的那個顧老師 他是設計組呢 請來給我們上文化課的老師 就是說你呢 今天由你排戲你就去排去 比如說今天沒有我的戲 我呢就跟顧老師學功課 另外少先隊成立了中隊以後呢 還有輔導員 就把我們40中的大隊輔導員柳蘭 就給請來當我們的少先隊輔導員 她是一個大阿姨 不像另外兩個 一個王阿姨 一個袁阿姨 她們是短生途的照顧我們 這個輔導員就整整和我們在一起 我覺得到時候 各位印象當中特別深刻 就是那時候的雙人隊工作者 真是把孩子 就當自己的孩子似的 一台一台照顧 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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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叔叔阿姨 你要願意 咱們今天晚上去做實驗 好吧 經過馮老師的幫助 梁慧明和他的中隊伟們 不再興急 他們找江林去做氧氣實驗 引起他對學習的興趣 這是怎麼回事 他說 當楊永利燙了腳 不能來上課的時候 大家幫助他補習功課 連江林都幫他補習自然了 我幫助你補習三數吧 我來幫助你補地識 我幫你補地理吧 江林 你呢 我能幫助他什麼呀 哎 你可以幫他補習自然呢 是 那好吧 楊永利決心也要把溫暖給別人 晚會上他把自己的裙子 終於借給劉菊演出了 你的鞭子真漂亮 瞧你的鞭子真粗啊 我每天都讓我媽給我舒逃 我害羞 有什麼好害羞的 我呀 早就自己編鞭子了 我也是啊 早就自己編鞭子了 這麼長過幾次啊 那好幾年了呢 那我不是你們的小啊 那我不是你們的小啊 都輸鞭子 是不是沒個性啊 小啊 我絕對是 我絕對是 孩子們 給你們提個要求 為了有所區別啊 你們誰願意把鞭子剪掉 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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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難看啊 很長時間 我愛你又這麼長時間嗎 我剪 後來我就說 我說那 我說那我就 我剪吧 當時我說我剪吧 你想好了嗎 剪掉了鞭子 可回來了 我當時說話的聲音啊 不是太大 可能也得有點 底氣不足似的啊 所以就是 覺得我說我剪吧 嗯 這個鞭子 這個鞭子 我自己的鞭子啊 剪下來以後 嗯 兩尺 當時的女孩子 留長鞭子是時尚 王玲 卻為了這部影片 把長鞭子給剪了 那得下多大的決心啊 用今天的話來說 這就叫職業道德 從那以後 王玲就再也沒受過鞭子 可是真是剪下來了 哎呀這個鞭子 就再也不能長上了 還掉眼淚了 哭了啊 但是以後 從那個剪完以後吧 應該說 就從那時候以後 我就再也沒留 然後一直剪短髮到今天 記得嗎 學校的老師 好像永遠有組織不完的活動 那都是能讓同學高興的時候 夏天 同學們會去熱鬧的路口 幫助警察叔叔擦洗港廳 冬天 同學們呼著熱氣 在路邊掃雪 路上的行人 正在向孩子們微笑 正當江林預備在暑假 好好補習功課的時候 她的媽媽生病了 楊永利知道了情況以後 冒著酷暑告訴了梁慧明 最後大家幫助江林家幹活 使她能抽出時間 溫習功課 孩子們來了 我也挺感激他們 是吧 來為我打掃衛生啊什麼的 幫孩子 我那孩子的功課 我也沒法弄他 我心裡也挺著急的 家裡好像就這麼倆人 都跟我的兒子相依為命的 我覺得李希祥呢 是在我們這裡頭 最不幸的一個孩子 他呢原來家裡就很窮 他當時的媽媽呢是羊母 被抱來的 好像沒有父親了 他在豆芽菜小學上去 我們的天野 記得嗎 如果學校組織一次遠足的春遊 大家一定會帶上最喜歡的食品 離學校沒有時機禮地的郊外活動 對孩子們來說也是一次冒險 誰會注意特別特別藍的天空 誰又會注意各種形狀的雲彩 大家猜測著 那邊青色的山裡藏著什麼秘密 即使有一次會刮風下雨 孩子們也能興奮地在車上歡呼 或者在避雨的地方 積極喳喳喳個不停 後來不是還有一塊兒到長寅嗎 到長春 東北特別冷 第一次見 知道東北什麼樣 一年的冰雪什麼樣 那麼孩子們在一起 當那個在那個下雪的天 踩著那個雪在外邊玩 這些真是都歷歷在目 誰如果身體不好 就到導演住的小白樓 那時候到那去住 誰要是感冒了 都挺高興的 就是說可以到小白樓那去住兩天 別的路為你 進了北京 我什麼都沒學會 我學會了划船 所以一天在那裡頭划 而且我還划得很好 就靈子這些 有時候他沒事的時候 我就帶著小孩在那裡頭 到處划 喬雨叔叔呢 划船划得特別好 誰沒盡頭 他就把那孩子揪著 走走走划船去 然後他就跟著一塊兒去划 所以呢 裡邊的歌詞曲子什麼呢 都是在這過程中產生的 畫船最舒服的感覺就是 小船清清 飄當地睡著 應免吹來亮霜的風 他特舒服啊 畫著畫著就畫出來 這麼一首歌 劉志呢 跟喬雨叔叔呢 反正跟我們一天到晚 就在一塊兒 劉志叔叔吹一口好笛子 吹笛子吹得特別好 中國的船歌 他這個曲子也是 他這是畫船的節奏 他這曲子非常適合花那種 爽獎的那種唱 其實在電影《祖國的花朵》裡 有很多主意都是孩子們出的 包括讓我們盪起雙獎那首歌 就是孩子們給訂得高 劉志叔叔開始做的曲子呢 是一個八分之三拍子的 一個很抒情的曲子 讓我們盪起雙江 小船而推開波浪 海面上倒映著美麗的白糖 什麼不好聽嗎 不是不好聽 劉叔叔 好像是大哥哥大姐姐們唱的 劉叔叔 那我先走了 他們兩個都唱了 問我們哪個好 我們就選了現在這個 原因是什麼呢 說這個歌 一聽是像孩子的歌 說那個歌聽了像年輕人的歌 讓我們盪起雙獎 小孩兒推開波浪 暑假很快的過去了 北京小學的同學們 又開始了他們新的學年 五甲班全體同學都升上了六年級 江林和楊永利也被批准入隊了 我親中我的兒 我親中的健康 少先隊剛剛成立的時候 因為少先隊員非常的少 當時有個規定 就隊員和隊員之間見面之後 不管認識不認識都要進入 那有些人就站在東端路口 就等著有什麼紅衣 或者彼此進入一個禮 那當時這麼想吧 就覺得新中國的未來吧 這彈子在我身上 這彈子在東端路口 仗然有一個竅路口 藍 Kä 和彌子在東端路口 記得嗎 童年是在什麼時候離去的 那是谁也说不清的时候吧 是不是小学毕业了 或者最好的朋友转学了 反正那时应该有一份约定 关于将来的约定 我说严公伯伯 你说我将来做什么好啊 严公伯伯说你啊 你还是回去高你的科学吧 我从毕业分辨到学校 我就没有调到我工作 就是我一直在学校 这不拍祖国花朵啊 那张俊英嘛 他们说是啊 说他今天高三毕业 他报没报艺术院校 说没报 没报那不行 那得动员他报啊 虽然你们亲自想考电影学院 但是后来中央电视台 开播的时候就把我给调去了 我就服从分辩 后来到了教研部门了 我们是基教研中心 是搞教研工作的 比如说我比较喜欢语言 喜欢文学 然后就作为我自己 自己的一种 其他方面的一个充实自己的生活吧 而没有作为自己今后就业的选择 所以就考了北航 另外一个就是江林 江林呢 一谈起他来 我是很难过 在电影里头 那个小胖子 谁看谁爱 你说划船 那个傻样是吧 那个胖乎乎的 真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 因为我们跟李希祥的直接联系并不多 直接联系并不多 然后 我知道他在比如上中学的时候吧 他当初可能是不是上过 六十五中还是怎么着 就在学里可能也唱一些文艺啊 演出啊 搞画剧什么这肯定有 然后他可能是上了文工团 大概是叫什么名字我说不上 那么现在想可能是在新疆 是不是新疆军企文工团之类的 那么后来呢 就听说他犯了什么错误 就发配到煤矿去当 就是真正的矿工 真正在底下背着这个 背着矿 带着矿灯挖煤的矿工 就我在八几年 就是他回到北京来说 他和吕大鱼一块儿到我们家 这可能就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吧 就是 他告诉我们 他找到了他的亲生母亲 大概是在一九八几年呢 八三年还是八几年 可以问问郭延 那么就得到消息 就说李希祥想见见我 后来呢我就跟郭延一起 就约他到郭延家去 我看到的一个人呢 当年你想我才四十岁 八几年四十岁 还不到吧 快将近四十岁吧 我看我就觉得是一个六十岁的老头 个儿还 也就跟我差不多高 满嘴牙都没了 反正我是非常的难过 再隔些年呢就听说他死了 得癌症死了 我的印象 那天是五月九号 就是北京有一年 在五月九号的时候 天特别特别的热 那天特别热 当时我记着送他们走的时候 记着那柏油路啊 都软了 在李希祥 在临走的时候 还说一句话 说吕大鱼 当年我就喜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找到了刘志先生的 让我们荡起双奖的第一个儿 非常好听 只是知道的人很少 今天我们就把它献给大家 这次就是这样 下回再说 让我们荡起双奖 小船而退开波浪 海面上倒映着美丽的白铒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枷 风铃鲜 风铃静映着太阳 阳光搜在海面上 水中的雨爱望着我们 悠悠悠悲响 悠悠听我们 愉快歌唱 小船而轻轻 交道在水域中 明年却来聊聊上的风